今年来很多国家纷纷推出节能减排政策 而很多车厂为了响应号召 纷纷开始制造新能源汽车 虽然新能源汽车相比传统汽车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为何新能源汽车既不费油还免征车传税 却就是卖不动呢 可能就是以下几点原因 1.价格高 很多车主购买新能源车型无非就是为了省油 但是新能源车型的售价十分高昂 有的甚至要比同等配置下的燃油车贵出一倍 即使是有国家的补贴 但如果仔细算一算是非常不划算的 2.充电难 汽车如果没油可以找个就近的加油站加油 但是新能源车型要是没电 想要充电就比较困难了 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型一般续航也就300公里左右 而公共充电桩少之又少 就算你找到了充电桩 但是充电速度不如加油来得快 3.换电池太贵 燃油车最贵的是发动机 而电动车当然是电池组 车辆使用时或多或少会对电池产生损耗 如果电池发生亏损过大 续航能力就会下降 而更换电池组的价格基本是可以买一部新车了 非常不划算 有很多网友都说 现在买新能源车就是在为信仰充值 网上就有老司机说 买了电瓶车就后悔 的确现在新能源车型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但是主要就是以上几个问题 如果这几个问题得到解决 相信新能源市场会迎来火爆